新高波生 我们真要好太阳 与我们的人总有何人 高手的高地 高的龙子很香 你爱你看谁呀 大力太阳 高的今后 你不带不开荡 高的龙子很香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墙内墙外见怪不怪 刚才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群 我将的取名叫做红小兵或者是红卫兵的幸福晚年 一群人在庆祝他们现在的美好的生活 同时也在怀念他们过去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群人的打扮他们唱的歌 可以反映出当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群人估计也是参与了这股革命当中的主力 要不就是红卫兵 要不就是红小兵 当年跟着党没有少干一些激情燃烧的事 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跟着党干的多半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首先关注的第一条新闻 就在昨天的时候 中国的外事办的主任王毅已经到了俄罗斯进行访问 并且会见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而就在2月22号的时候 民后国进行了一个投票 必须要求俄罗斯要撤出乌克兰 最后的结果是141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 这样一个结果通过了这个决议 要求俄罗斯必须要撤出乌克兰 那么中国呢毫无例外的在这一次投票当中 依然是选择了弃权 当中呢俄罗斯白俄罗斯 还有叙利亚等五个国家是选择了反对 而这一次王毅去俄罗斯啊 据说跟普京说双方要承诺要加深两国的伙伴关系 普京跟王毅说啊 说俄中关系按照两国既定的一个计划发展 并且达成了新的里程碑 而王毅说呢 中俄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从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施压 那么先前王毅还跟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的秘书长 帕德鲁舍夫进行了会面 表示中国呢 愿意跟俄罗斯一起捍卫各自的国家领土 之前就有信息说 王毅这一次去俄罗斯主要是为习近平 在今年中国的全国两会之后 大概是四月份到五月份的时候 会应普京的邀请去俄罗斯进行一个国事访问 而就在今天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 胡锡进23号的时候发了一篇微博 微博的文章很长 微博当中主要讲了什么呢 第一批评普京的言论 包括普京太鲁莽了 说普京这个舆论战彻底的输掉了 他说胸脊很发达 而且很有口才 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俄罗斯政治家 但是事实证明普京对国家的治理相当的不成功 他既没有能够推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 另外在外交方面又做的比较的简单 只会硬碰硬 把自己搞成了一个矛盾的焦点 现在看来普京本人跟俄罗斯 要实现外交突围是越来越困难了 他说普京在2000年上台之后 就传出他当时躊躇满志的对俄罗斯的国民奖 说给他20年的时间 他要还给他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如今20年已经过去了 俄罗斯只在油价高企的时候 有过短暂的繁荣 但是综合情况是在延续解体之后的一个衰落 那么至少最近几年 俄罗斯的经济以及国际地位 都处在一个下破的阶段 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当中还说 他说不论怎么样 普京绝对是中国的朋友 很多中国人喜欢他 做事情的时候 说他的那个痛快的风格 也迷倒了一派的中国人 说民间舆论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他表示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呢 胡锡进说 尽管普京是当下世界上执政最久的大国领导人 但是他能够从俄罗斯文化和历史当中汲取的经验 是相对低调的 所以就导致他政策过于固执 缺乏战略的弹性 另外还说什么呀 另外还说普京 因为这一次战争就是侵略乌克兰这一条最简单的定义 这个普通人呢都能够听得懂 也在中国有许多人已经认定了俄罗斯侵略这个罪名定性是成立的 他说这个罪名啊已经是很难翻案了 微博当中呢主要是在访刺普京 当然这一条微博跟中国的高层王毅啊 包括之后的习近平要去接连的访问俄罗斯 明显的形成了一个不和谐不对称 所以当他这条微博在发布之后啊 迅速的就将我刚才啊跟大家说的那些信息 包括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画了红框框那些信息呢 迅速的把它清除掉了 目前据说胡锡进的这个微博空间当中啊 已经只剩下了这个网友的评论了 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这场战争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而胡锡进刚才讲的中国有一部分民众 的确中国之前啊有一段时间啊 中国有一部分民众很崇拜俄罗斯 尤其是比较的崇拜普京 认为普京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有魅力 甚至认为啊这个一提到俄罗斯 叫战斗民族就有股莫名的这种激情就涌了上来 有的人吧一提到战斗民族这四个字 觉得对方老彪悍了武力值老强了 没什么把熊给打一顿感觉特别无敌 事实上吧他狗屁都不是 你去看看最近200年的历史 他跟任何一个国家打仗他从来没赢过 你可注意啊他是一场都没赢过 场场输他就是能炸火炸炸呼呼的 让人觉得他挺厉害事实上呢一到真张的时候 真动手的时候狗屁都不是静挨揍了 他一直输他不但以前输他现在也得输 你看这一场他一定输的更惨为啥呢 因为他跑到人家家去欺负人去他不占理 这玩意就跟世界杯是一样的 平时他再炸火都没有用 到了赛场上你能不能赢 你去看看数据他一直输他从来都没赢过 他没有赢的原因首先源于他太落后了 他就是穷横你知道吧面上装的挺厉害感觉 他挺人吃个大款事实上一看那穷得叮当的 制度落后然后经济也落后 其次呢他做人有问题他就是不得人心 大家都不帮他他一起欺负人别人一起全帮他 光光给他一顿去游很多人吧还挺崇拜他们 我说实话那就是好赖不粉脑子有问题 你去看一看你自己在家里待着 你隔壁邻居跑到你家里边又打你又砸你家东西 然后你其他几个邻居过来帮忙来 就这么一个事还分不出谁对谁错吗 还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 就这种人吧我说实话挨揍都是活该 就是打得行打几次打老实了 慢慢他就文明了他就讲礼貌了 所以啊这强和弱你不能看他诈呼 那诈呼就是窝里横 你得看看真出事了他做事得不得人心 他真是打起来了他真有没有战斗力 他根本就啥也不是的选手 没必要崇拜他真的崇拜他就属于是是非不粉颠倒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的这个事情呢 跟中国的这个房子有关系 中国这个房子一直是中国民众特别关心的一个事 尤其是前些年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啊 是占到了中国整个GDP一个非常大的比重 不光只是官方在买地在建房大面积的推销房地产 而中国的民众呢对于房子更是有着一种特别迫切的需求 甚至有的时候有没有房子就变成了你能不能结婚的一个标杆 你人生成不成功的一个标杆 而最近啊进行了一个中国全国性的自然灾害的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就进行了一个信息发布啊是由中国的国家减灾委员会的秘书长 中国国务院的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郑国光 他透露了信息就通过这一次普查 中国的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一共获取了中国全国将近有6亿栋的城乡房屋的建筑数据 以及80万处的市政设施的数据 最扎眼的一个数字就是6亿栋房屋 于是在2月23号的晚上 官方披露中国全国已经有了6万栋的房屋这个话题 一下子就飙上了热搜 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 内心在询问或彼此在互问 那6亿套房子有没有一套是我的呢 就在这个信息公布的同时 另外一条微博热搜引述了日经新闻的一个信息 说韩国家庭要8到9年的时间才能够攒好他们的收入 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并且说呢 由于昂贵的房价和激烈竞争还有一些教育成本啊等等 导致韩国的年轻人对结婚犹豫不决的风潮是不断的扩大 韩国的房价在过去五年当中平均上涨了八成 韩国的国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呢 说首尔的平均的住宅房价为12亿4千万元韩元 折合人民币是657.2万元 当然中国官方发布这个信息呢 可能他是想通过这一则消息告诉中国人 你看韩国人买房子也不容易 他要八九年的时间 但是中国民众在这条新闻的下面的评论啊 可以说是又让中国的官方犯车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中国民众怎么来评价的呢 说天天就研究一些发达国家 有什么意思呢 你还不如好好地研究一下 发展中的中国多少的年收入 才能够在中国买得起房吧 还有网友说啊 说八九年真是让他很羡慕啊 他估计得二十年还买不上房 中国前不久啊 各个地区纷纷的推出了八十年的房贷 九十年的房贷 九十五年的房贷 紧接着估计得推出百年房贷了 有的网民啊 给这种贷取了个名字 叫做 爷孙贷 祖孙贷 当然还有中国网民很绝望的说 这叫绝户贷 好 他们俩有一些暧昧的关系 而且这个郭某某呢 在工作群里面发布了信息 说让这个张灵不要跟他老公再有任何关系了 说他的身体啊 是只属于他的 当时在发布信息的时候 就说有一段六分多钟的视频 而今天互联网上已经把这个六分多钟的视频啊 流传开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管辉 我想跟你说两件事啊 我非跟你说两件事不容 其实他们都知道咱俩改下去了 咱俩就是没说 哎呀妈不好意思 咱俩就是没说 咱俩就是不好意思说 咱俩就是啥 咱俩就是啥 干啥呢 啥也不知道 咱俩就是啥也不知道 你几个俩跟你说的话 我不是那种先屏的俩的俩人 能不能双币或朋友的力皆是那种傻的俩人 谁说你那种傻的一样 你傻的俩人 消息 先屏俩人 这就是现在公布出来的六分多钟的一个视频 当然咱们没有放那么长的时间 咱们把它截取了一段 那有人就在查找啊 说这个视频包括整个郭某某 这个郭主任的这个事是怎么炸了锅的呢 其实啊这个幕后的推手 恰恰就是这位郭主任郭朝辉 她的夫人郭太太 连着张琳张女士她的丈夫 他们俩联手把这个事情给曝光出来了 明显这段视频呢 是一个汽车当中的一个行车记录仪 把它给录音录下来了 郭太太啊这一招真是大义灭亲 说这郭太太其实早就知道 她的丈夫跟这个张琳他们俩勾搭在一起 说是在2020年这个中国抗击疫情的时候 他们俩在有一次值班的时候啊 值班之后呢两个人就喝了酒 酒后乱性就勾搭在了一起 当时呢苦欲没有证据 所以她就一直隐忍着直到这一次是张琳的丈夫拿到了这个行车记录仪 然后找到了郭太太 他们俩一起就把这个事情给捅开了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最后啊 这个行车记录仪当中录音的当中有一句啊 这个张琳说啊 说哎呀别人都在说 说她是在利用郭主任郭某某 她说她觉得她被她丈夫利用 有人就挖出了 说这个张琳的丈夫啊 其实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据说呢她是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 因为郭某某跟张琳 他们主要啊 就是负责什么呢 负责交作是啊 当地的一个叫做成改项目 成改办的一个主任跟副主任 所以他们俩主要是负责这个成改项目这块 而她的张琳的丈夫呢 希望通过她的妻子跟这个郭主任 搭上关系之后啊 能够在这个成改项目当中 拿到更多的项目来开发她的房地产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如她所预期 或者说她们的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所以最后呢 她拿着这个录音跟郭太太一块 大一灭亲 把他们俩给捅出来了 就有了这么大的事 所以这也算是这个事件最新的发展了吧 但具体之后啊 会怎么处理 目前他们俩已经是被免职了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追加处理呢 而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呢 这个当中还会不会牵涉到其他的当地的一些官员呢 我们也只能是吃瓜群众 再等等看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墙内墙外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